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都会不一样 对啊 所以每个孩子这样才好玩啊 可是爸爸妈妈都希望每个孩子都一样 都乖乖的每个都一样 我说那你干脆去做机器人就好 对啊 我喜欢你这样的想法 因为常常那个这个父母亲不只是自己教小孩 我们常常说那个要养育一个孩子 是要一整个社区的人一起来讲 但是这个好像我们在做父母亲的时候 就不知不觉会陷入这个有些迷思啦 盲点啦 所以我们这个就特别在新年的时候呢 跟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来邀请这个阿凯老师跟我们分享很多这种 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可以会发生的一些问题 所以请阿凯老师来现身说法一下 那我们可不可以跟请阿凯老师先来跟我们大家讲说 什么叫做职能治疗师 因为我们还听过好多不同的 还有物理治疗师 还有很多的什么 其他治疗 对对 很特别 其实在复健医学的领域里面 从最基本的物理治疗大家都认识 那么语言治疗大家都听得懂 可是职能治疗在台湾也将近从民国60年 到现在也很多年了 问题是大家还是不了解 因为这个名字大家不了不懂啊 没办法直接联想 包括英文也是occupational 对 不是跟就是工作吗 为什么跟小孩子的 或者是大人的这种训练啊 附近有关呢 不知道怎么扯上关系 其实occupational occupational跟work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能把occupational当做工作 工作我常说工作就是养家活口 要赚钱的事情 可是职业呢 今天面对孩子 孩子的职业是什么 孩子的职业就是在家当一个乖宝宝 在学校当一个好学生 这是他的职业 所以为了达到这样一个职业的能力 或是一个目标 那么职能治疗师得想各种方法 来帮助孩子 帮助家长来带孩子 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第一次有人讲的这么简单 有这么清楚 我跟你讲 我自己也是 但是我从小就其实也跟这个很多副检师 或者是职业教师 各种治疗师有过接触 但是好像我自己就哎就是这样子过去了 知道有不同 尤其是职业教师好像很多时候是在 就是工作上 真的就是说使用他的手啊身体啊 在做一些不是运动 而是工作 但我不晓得说小孩子的职业就是做好孩子 做学生 所以是有直接的联系的 最简单的就是让生活品质提高 OK 好 所以那个安亥老师 你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title 叫做你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我不只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其中一个还是罕见疾病的 是 我还是身心障碍者的爸爸 所以作为一个职能治疗师 还有一个爸爸 他中间有什么样子的不同 然后作为一个爸爸 特别是一个罕见疾病孩子的爸爸 跟你什么样子的不同的背景的训练 其实我把它分得很清楚 面对我的孩子 我就是爸爸 我不应该有存在职能治疗师的身份 但是我可以达到职能治疗师的 这一个内涵啊 或者是这个内容 我可以去执行 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他白天做治疗 做复健 看到的是老师 治疗师 结果回家了 看到这一个应该很亲切的 还是治疗师 那孩子的童年就不见了 对 所以我让孩子 在有一个童年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会把我的专业偶尔带进去 但重点是让他体会到父亲的爱 而不是一个爸爸 严格的训练 可是这个作为这个爸爸一定也给你担任的职能治疗师 一些不同的input 不同的了解加分嘛 对啊 所以我其实面对到很多心境的治疗师 才刚毕业投入职场 我刚刚说常常开玩笑说 哎不论你有没有结婚了 先去生一个孩子 当你成为爸爸成为妈妈之后 你的感受又不一样 我也必须承认 当我成为一个父亲 成为一个特殊儿童的父亲之后 我跟我临床上的这些孩子的家长 变得更有话可以聊 感觉上那个关系更亲近 他们也可以了解到我要给他们的是什么 我也可以体会到 他们或许给我一个回答 可能只是很表面上的 可是我开始会体会到 他们内心里面 需要我怎么样的帮助 或者是需要我怎么样的提供协助 我都可以感受得到 那因为是感同身受是最重要 我自己觉得一路走过来 我自己家里有一个特殊的儿子 会觉得说真的是老师 讲起事情来洋洋洒洒一大套 可是等到他们自己 要处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可能就会是不一样了 那如果你有双重的这种身份的话 其实会给你自己的 不管是做爸爸或者是做老师 都是一种加分 对真的 那所以你在这个二十几年来嘛 是不是 对 虽然看起来很年轻 可是已经做二十几年的工作 因为跟孩子玩一定都很年轻 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呢 哎呀 当初其实从小的志愿是当老师 然后呢 我想任何人都会有 可能就是在你的这个求学阶段 你开始会面临到学业压力 或是男女朋友关系等等的 你会开始往心理学 很多人就开始往心理学有兴趣 所以呢 我就是当老师 然后最好跟心理学有关 然后父亲希望我考医学院 这三个加起来 在那时候大学联考的时候 那么我就去问人啊 就哎那你适合到读复健医学 你要读职能治疗 因为将来我们有个领域叫精神科 所以我就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职能治疗里有一个 对对对 我们的范围在医学里面 包括了精神科复健科 那复健科又包括成人的中风 这种成人治疗跟儿童治疗 那精神科精神病患 也是需要职能治疗 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的很好玩 我们号称是医学院里面的家政系 对因为我们要学 你能想到那种家政系的什么刺绣啦 毛线啦 轰刃 木工 陶逸 我们都要学 对 那竟然很好玩 我觉得不是硬邦邦的 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因为我们常常印象中最深刻 就是上那个大体解剖课的时候 台下的教授拿的是各种骨头在解说 那那个是一个大讲堂 我们跟牙医系一起上课 牙医系每个人就是拿起笔 在那边做笔记 而我们这一边呢就有一群人 然后开始开始打毛线 一边打毛线一边听 真的在讲 这个画面我从来没有想象过 无法 对 现在回想都觉得很好笑 很好玩 那打毛线是你们的就是 也许工作之一 对 训练之一 不是要打得很好 我们的分数啊 你打得越糟糕 分数越高 因为我要体会病人不可能打得很好 那我一定很高分 我真的很打得很慢 对 我们要做活动分析啦 那个过程中到底对病人的心理行为 到底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这是帮助我们这种入临床之后 在做活动设计的时候 一个很大的一个练习的过程 所以职能指导师他要受训要几年啦 四年的时间 对 我们一进去 马上就是进入到职能治疗的领域 对 完全是focus在这个职能治疗对病患的一个帮助上 然后那个四年的时间 另外还有实习吗 还是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入职场 在这里面包括了实习 那么毕业之后就要考取国家的证照 才能够进入临床 我终于对于经常接触的 这个职能治疗师有多了一点了解 希望如果听众朋友 有想要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的话 其实可以多多先从阿凯老师上面 不只是父母亲啦 需要了解 可能有知一同的年轻朋友 也可以来多多听听阿凯老师的分享 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回来聊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